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如何使用VSCode远程连接YY3568 在此之前 让我们简单介绍我们的开发版 YY3568是一款以RK3568为核心的开发版 采用全新架构 具有低功耗和高效能的特点 该开发版接口丰富 支持外接多个传感器模块 因此广泛适用于边缘计算 智慧家居 智能汽车等场景 首先打开VSCode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扩展 搜索SSH 选择第一个进行安装 此时第三个扩展会自动安装 如果它没有自动安装 我们需要手动安装 安装完成后 左侧的工具栏会多出一个远程资源管理器 点击小齿轮 选择反斜杠SSH反斜杠Config文件 输入以下内容 host是用来标示连接的设备 我这里设为yy3568 hostname是连接设备的IP地址 如果不知道IP地址 可以通过串口调试查看 forwardagents是启用SSH代理转发 user是指定连接到远程主机时使用的用户名为 linearo 保存配置文件后 左侧会出现一个名为yy3568的设备 右键在当前窗口连接yy3568 连接成功后需要输入密码 yy3568的密码与拥护名一致 输入完成后按回车确认 左下角的状态栏出现SSH yy3568 代表连接已成功建立 我们可以在开始页打开yy3568的文件夹 或者在文件菜单中打开文件夹 选择test文件夹 再次输入密码验证身份 成功打开文件夹后 我们可以在左侧的资源管理器中看到该文件夹 并且中端会自动进入到该文件夹的路径 由于这是一个空文件夹 所以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以直接从Windows上拖文件进来 实现跨平台传输 拖进来的文件会自动在VSCode中打开 我们可以通过中端来验证是否传输成功 输入ls 可以看到该文件夹下已经有Hypy的文件了 使用Python3执行该代码 可以看到Helloyy3568的字样 证明传输过来的文件也是可以被执行的 以上就是使用VSCode远程连接yy3568的方法 如果您对yy3568开发版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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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